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在你印象中有哪些日本手机品牌 仔细一想 是不是忽然发现 日本好像没什么手机在市场上流通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日本手机的兴衰史 实际上 日本手机曾经也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盛极一时 不过这种巅峰状态并没有维持几年 随后就跌落神坛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以工业著称的日本 为何偏偏在手机上难有作为呢 它还能重新在中国市场杀出一条路来吗 日本手机的辉煌时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前后 在80年代末期 日本索尼和金磁推出了小尺寸的便捷机 到了90年代 松下公司又研发出了全球首款 重量小于300克的手机 这也意味着手机步入了小的时代 自此日本手机便开启了一段辉煌之旅 2000年的时候 日本先一步迈入3G时代 而此时的我国还在亮亮呛呛的搞2G 落后日本一大截 当时日本手机已经装配了内置摄像头 既能拍照 还能下载音乐 日本知名的手机品牌 比如说索尼 夏普等 都趁势走进了国际市场来到中国 并且一经推出 就拿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尤其是夏普的翻盖机 在2003年来到中国市场 就受到了一众小青年的喜爱 不过夏普只在神坛上待了两年 就渐渐退出了舞台 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消失了 而这也是日本手机没落的开端 往后的他们基本都只能在本土占据一席之地了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了 到底是什么导致站在科技前端的日本手机盘化一线 是品质 功能 还是来自中国市场的有意为之呢 实则不然 它走下神坛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 日本手机有着极强的地域性 简单点来说 它就是为日本人量身定制的 此话怎讲呢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的科技那么发达 日本手机却鲜有人知吗 实际上日本手机是由各个通信公司单独发售的 也就是说我们买一台手机 还得和与之对应的通信公司签约 比如走进中国市场的时候 他们是由移动 联通等通信公司来发售的 当时我们买了移动的手机 就得和移动签下一个两年的合约 这就相当于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超市要求你将菜和塑拉袋一起买走 这种带有捆绑的性质和运营模式 让日本手机的各项性能都极具针对性 导致很难在其他国家流通 加上中国国产手机作为后起之秀 已经有了崛起之势 让逐渐失去优势的日本手机越发没有竞争力 所以说如今的中国手机市场 我们耳熟能详的基本都是 美国的苹果 中国国产的华为 微博 欧普和小米等等 另一方面进入到智能手机时代 即便是在日本本土 日本手机也不是很吃香了 根据2020年第四季度 日本手机市场的份额占比排名来看 美国苹果手机一家就占了将近一半 而日本国内的索尼 夏普和金磁三家 加起来不过25.8% 其中索尼只有6.4% 这个占比显然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因为索尼的相机 耳机和游戏机等 都很受市场的追捧 只有他们的手机一直在拉跨 比如说索尼在2018年的净利润达到了551亿元 而手机部门却亏损了60亿 而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索尼手机的性能和设计理念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手机会在市场销声匿迹吗 以屏幕为例 如今的智能手机基本用的都是全面屏 不过索尼手机依然还保留着机内的按键 其次索尼手机的照相功能一般色彩差像素低 而索尼本身是做相机的专业户 按道理来说镜头才是索尼的卖点 但是在索尼看来 智能手机还不会拥有足以媲美照相机的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近几年索尼似乎想通了 他们试图找回手机的昔日荣光 开始升级手机的各大性能 比如说索尼的DSC QX100 就用上了卡尔蔡斯的镜头 给手机装备了和照相机相当的优质镜头 有了蔡斯这个镜头老祖的加持 索尼手机的确有了更加强劲的竞争力 不过问题是 在手机更新换代如此迅速的当下 索尼现在才决定改革 显然是有点太晚了 毫不夸张的说 中国排行前五的任何一款国产 都能和日本手机过过招 此外虽然说索尼手机用上的蔡斯镜头 不过它并不是独一家 实际上我国的国产手机 也有和蔡斯合作的 在2020年年底 微博就和蔡斯官宣了合作关系 用上了蔡斯镜头 同时配备了蔡斯的剃度膜 让图像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而在国产期不断革新的今天 日本手机还想实现弯道超车 短时间内估计很难实现了 总的来说 任何一个手机品牌 还想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就得不断努力提高产品的品质 和掌握消费者的需求 当年日本手机之所以一蹶不振 除了和封闭的运营模式有关 最为关键的 是他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 消费者对于手机的需求 那么小伙伴们有用过日本手机的吗 可以说说你对他们的看法